除何日当午汉地和下土 谁知盘中餐来块烤白薯 几句宋慈念堂 这是宋慈气念人编的 满不挨边 肚子饿了买块烤白薯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的喜剧茶馆 大话流露锅马上又要上演了 要说起来这几天确实是挺辛苦 每天录影要很晚很晚的 可是这对演员来说 也算是家常便饭 只要是我们喜欢干 就一定把它干好 而且呢 平时还得注意保护嗓子 嗓子坏了说不了了 别看这说话不畅 可是说多了也不行 有这么句俗话说得好 话过千言不损自伤 而且这个发音吐字 我们有要求 要求用丹田较劲 用胸口用嗓子全不行 一会就吐血了 非得靠了丹田劲 要不怎么说 我们大小都得吃点大力丸呢 这是开玩笑 不光这个注意嗓子不能呼喊呼叫 而且呢吃东西也很在意 太酸的东西不能吃 怕把嗓子hold住 太咸的不能吃 太甜的也不能吃 太辣的也不能吃 跟您这么说吧 就是吃大米饭都得拿茧子 把两串的尖搅了去 您不嫌费事 怕把嗓子扎着啊 吃蛋糕都得搓碎了 拿水打完之后直接往下倒 多麻烦呢 不敢嚼保护嗓子呀 后来呢我得了一个偏方 什么偏方呢 有一个高人告诉我 说这个吃梨对嗓子有好处 有这么一说 据说当初啊 古界大王刘宝全先生 每天睡觉之前就切这么一片梨 痕在嘴里面 睡觉是痕着 早晨起来把梨吐出来 这片梨都黑了 说明什么呀 说明肺里的火 全出来了 对嗓子好 所以刘老爷子一直到晚年时候 嗓子都是很亮很亮的 哎我听说这主意不错呀 这挺便宜 挺经济 这能试一试 可以试试 买了二斤梨 回来之后洗干干干干的 摘肉厚的地 啪啪 消息一大片来 晚上头睡觉的时候 嘴里一搁 很好了 睡觉 敢能早吃一睁眼 怎么样 没了 没了 这离哪儿去了 我这 哪儿去了 这我也纳闷啊 我问我媳妇 不是啊 我头晚上很快离 这离哪儿去了 哪儿去了 我媳妇说你忘了 嗯 你还问我呢 自个儿的毛病你自己不知道吗 什么毛病啊 你睡觉爱咬牙你不知道 哦 你刚躺下没三分钟 这离就让你给牙饿 嗨 哦 我是这么回事啊 我这样的话 今天你帮我个忙 我躺下之后 你在旁边看着 我只要一咬牙 这离我咽下去了 你别闲着 你跟着给我再蓄一片 我倒要看看这房 灵不灵 是个夜班 当天晚上把梨都销好了 二斤梨都销了 嘿 一大盘子 躺好了 我说你别睡觉啊 你看着我啊 我先横一片 我好像一要 啊 昂昂一嚼 你就赶紧给我来一片 还是横着一片 我就睡觉了 早上起来 我一睁眼 这嘴里还是没有 我这伙儿蹭就上来了 不是你怎么回事你啊 啊 太不像话了你 怎么说话不算数呢 这么点忙你都帮不了啊 我一说了他挺委屈 啊 你还怨我啊 你还怨我啊 我我我我哪闲着了 我一宵也没睡觉 我连眼都没合 一片一片给你那么蓄 我蓄的这速度 都干不上你嚼的那速度 二斤梨都咽下不够 我饶俩烧饼跟进来 这点出息 啊 好家伙 这受得了吗 还差点咬我的手 不是 这个我这看来不行啊 这房子看来不太适合我 闲话少说 咱们输归正传 啊 说说就是 你光说书也不行 上来讲故事 人谁都知道 你甭管你说三国列国水火啊 西游记人买本书人一看这故事都知道了 怎么怎么回事 这里边非得什么都有 上之天文下之地理中小人和 名阴阳懂八卦 小齐门之顿甲运筹 唯我之忠决胜千里之外 自逼管仲乐意之仙 报夕危坐小风雨 未充茅庐先定三分天下 这不是我啊 这诸葛亮 哎 那你说 说了半点我就指的不是话了 咱们书归正传 说哪了呢 说到这个刘罗公 还有这个乾隆皇帝 加上和珅 这三个人在朝里 确实是挺有意思 说是君臣 但其中的这种感情 已经超出了君臣 不过三个人的脾气秉性 是各有不同 刘庸呢 他比较幽默 而且呢 机敏 和珅呢 善于阿谀奉承 他的嗜好就是当官 就是发财 没有别的爱好 乾隆皇帝呢 有点好大喜功 而且呢 对这两个权臣呢 是既爱呀 又恨一日两苦 有点头脑不清 您怎么这么三位 搁在一块 他能不出笑话吗 是不是 和珅这个人呢 人品稍微差点 为了当官 为了发财 是不择手段的 这一段时间 朝里朝外 流传着和珅的一些个话 说出话来 非常的难听 有老百姓传 有文物群臣们说的 也有人造着谣 说什么都有 归纳起来 最后总结说一条来 就说和珅这个人 为了申官发财 为了取悦皇上 不惜让自己的媳妇 陪着皇上 喝酒 饮宴 取乐 满朝文武一提他 这人 不能提 人格上有问题 真是为了自己 身官发财 把自个儿媳妇都喝出去了 不像话呀 这人 谁见面都不理他 可甚呢 也不知道是 不知道这馋儿啊 还是真没这么回事 反正啊 见着谁还都是撇着辣嘴的 可是呢 只要官比他大 那马上就换个样 跟谁都点头哈腰的 刘庸也听得这么回事 可刘庸的这人呢 不信 你别看他跟和珅俩人不对付 但说给别人造谣的事 人家刘庸不干 比较刚正 说这天晚上 刘庸刘诗安带着冰茶几 再过去了 说啊 天一黑了 晚上他有一规定时间 说这会儿 实行宵禁 老百姓不许再出来 不像现在 说挺晚着了 还能出去唱个歌啊 喝个酒啊 打排档 烤点肉串啊 那这儿没有 说一到什么时间 比如说晚上八九点钟之后 谁再敢上街 寻街的官兵看见了 马上把你抓住 啊 有一些个行政的处罚 这天晚上 刘庸刘诗安 带着这些个兵丁 寻察街市 看看有没有犯夜之人 跟大街上正溜着呢 就像远处不远 车鼓勒声音 什么呀 大二车 过去有这种车 是马拉着的 后边呢 一个车 两边大鼓勒 上面有一个类似轿子的东西 车里边铺着什么 单子垫子呀 坐车人 两边有小窗户 坐车的人呢 也能聊这个帘子望外看 但是外边人瞧不见里边人 由远而近 这辆车可就过来了 随着车过来不要紧 这车里边隐隐约约 这还传出来这么几声 歌声 听着呀 是民间小调 挺好意思的 一唱起来是这味儿的 挺好听 一言马耿耳里呀 月鹰儿照花台 新郎各顶下了鸡 他说晚不啥来 叫丫鬟摆上四 两点哪个鸡啊 四个呀菜地儿 断也就断上来 一叠子鸡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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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碟子烟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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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勇一听 这桌子的猴子 这菜都没有 八碟子烟白菜 喝着没有别的菜 吩咐冰丁 拦住 有冰丁忽辣上去就给拦住了 停车 车板一雷撕僵 马车站住了 干嘛 干嘛 冰丁全都纳闷 好大的胆子 犯了业了 他还这么趾高气扬呢 下来 说声下来 车里板下来了 怎么着呢 我说怎么着 你犯业了 晚上不许出来 你不知道吗 犯业了 哪位大人在呢 这儿了 刘子人在了 赶紧过来 这个小子见过刘子人 你是哪儿的 跟您回 我是和服 哪个和服 哪个和服 和身和的人府里 和身和的人府里 车里是谁啊 是和的人吗 不是 和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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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您说这 您跟我们大人一点成尘 今天夫人这是回娘家晚了 走到这儿您多少给个情片呢 您说我们这夫人 潸潸潸潸潸下车跟人家说 这传出去的好说不好听啊 你要知道好说不好听就不该饭夜啊 难道说这会我问他两句话都不应该吗 不是您说您这 行行行 我跟夫人说去 转身 来的车子啊 滴滴的声音说了几句话 紧跟着这帘一条 和夫人大人就冲过来了 哎呦呦呦 大夫人漂亮 抹了一脸啊 红的白的 没花什么样都有 弄一脸挺热闹 穿的也挺讲究啊 金光灿烂 戴着满手都是首饰啊 俩手戴着十二个大戒指 戴十二个啊 俩手都是六指啊 大金链子二十五斤啊 白天戴着晚上摘下来锁狗 反正是挺有钱吧 金光灿烂 金光护蹄 大车下来了 一步三脚扭着就过来了 呀哦 哎呦呦 这不是刘的人吗 刘娱依桥这怎么了这个啊 堂堂的和夫的夫人走路怎么如此轻狂啊 哦 和夫人 今天您怎么犯了业了呢 我跟您这么说 这事她说来话长 我今儿回娘家看我妈去了 看您的母亲 最起码您应该知道什么时间回来 天都这会儿了 咱们不许晚上出来 您不知道吗 我跟您这么说 您可不太清楚 我父亲当年去世的早 就偏向我跟我母亲一块 我妈可是受了不少的罪 这么些您来 我爸爸死了第一年 我妈天天苦 我爸爸死了第二年 我妈夜里做噩梦 我爸爸死第三年 你等会儿 你爸爸死了多少年了 我爸爸死了二十多年了 别说了 我跟您这么说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想必何德人也跟您说了 饭业必须受罚 今天这样 念在您乃是女眷的份上 我与何德人同殿成臣 也不多罚您了 要是谢谢您 那我们走了 等会儿 走可不行 罚你文银 五百两 哎呀 OK 您这您这人怎么说了不算算了不说 感情这和珅这媳妇跟和珅一样 你看 属留好他妈的爱钱的 见钱就了不起了 怎么都行 就是别提钱 一提钱就是仇人 哎呦 我跟您说我跟您这么说我给您给您几个小钱这事就了了那不说这是国法这不是生意啊不可以必须是五百两 您要您说这个五百两这推多什么一百两行吗别讨价还价我可告诉你今天说出大片来也不行不你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呢啊我可告诉你刘子人我可是何夫人嗨那你说你这何夫人就是当今万岁乾隆老佛爷来了我也得� 话音刚落叫车里说话了罚钱就罚吧你提朕干嘛呀啊 把这玩的 刘庸一瞧哎呦看起来这事是真的可这事让和珅让和珅办的呀可是有点下三烂了怎么呢原来老百姓传的是真的啊真让自个儿媳妇陪着皇上喝酒饮仗呢 当时刘庸这脸都掉下来了我不管别的啊上朝的时候万岁是君我是臣现在我奉圣旨巡查查业 谁来了天王老子来了也不成今天这样啊拿给我笔墨纸验恐怕天使晚年没带钱给我写些字条明天派人我到何府取五百两银子说罢之后转身自己上吊走了为什么呀你说见皇上不见皇上真见皇上这玩意也尴尬的好有兵兵过来逼着何夫人写些字条转身就走了这才把这个何夫人放回去这回府之后啊把这事从头至尾跟何深一说何深差点没气息哎呦 这叫什么事啊这让外人一传说显着我何深怎么怎么着似的再一个千不该万不该也不该跟刘罗锅闹别人啊跟大街上跟他喊这传出去这多难听啊这个哎 转过天来无故天明吩咐自己的管家何喜你啊背上四色的礼各样什么酒啊肉啊这各种东西我到刘府前去拜望一下 他这意思呢我去搞出搞出这关系然后呢祸祸悉泥千万这个事不能传出去外边有人就把教育好了把东西弄好了一行人来在了刘佣的府上有人传柄张成刘恩两边站立就把这位何的人接进去了 刘勇一见面脸上一丝一毫都没带着怎么呢这叫君子一见面跟人提这个昨晚上啊你媳妇在皇上啊在一车里边这怎么回事那就不是刘勇啊那就成这谈弦这个了哎就少见我了就说这意思就说这意思是吧哎 往里面一让非常的恭敬分宾主落了座吩咐人来啊宪查 两人坐下说什么呀心里都明白何深来也知道自己干嘛来的啊刘勇也知道他是干嘛来的可这话怎么说呢 两人往这一坐啊你瞧我我瞧你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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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的人啊刘大人哎他还是何深你看哎啊搭这干嘛也不是三说五说没话搭个话管丈母娘叫嫂子呢是实在没话说了哎 何深问上了啊这个刘大人呢今天我来啊有个事跟您请教嗯什么事啊是这样啊这个我前天呐我上呃呃七王爷府上去了 我瞧见七王爷养了一大狗 这个大狗 翻帮进贡的 这大狗 它得有这么良考开外 太好了 我也想养这么个玩意儿 姐姐妹儿 您给我出一主意吧 哎呀 刘勇一琢磨 养狗 这个不太适合你 怎么呢 这个玩意儿它脾气暴躁 再一个 像您说七王爷那狗 那是翻帮进贡的 平常不好得 你养得养得性情温顺的 性情温顺的 这个什么样的性情温顺 适合我养 这个 哎呀 你适合养什么呢 想了半天 刘勇也是没辙了 要不你养乌龟 养乌龟长寿啊 而且这个东西 您朝五繁忙 你顾不过来的时候 你甭管它 你自己呢 搁在那三天五天 不换食也没事 不喂食也没事 哎太好了 我谢谢您 谢谢您给我出一主意 我回去了 我这就养着 这就是没法搭个话 回来之后 回到府里边 自个儿坐在这也闷闷不乐 这两天这事 你说这么讨厌啊 管家何喜儿看见了 大人 人家刘勇的人不劝您养一乌龟吗 我养什么乌龟 那是拿我开玩笑 我养那个 哎 您别说 我小的时候 我养过 好玩是呢 也不招待不惹祸 这么着 我给您去买一个去吧 愿意去就去吧 何喜儿还真上心 哈出去 这儿瞧那儿瞧 这儿瞧那儿找 找了一王八 怎么找王八呢 这龟子呀 市面上卖的少 一般呢 卖假鱼的多 回家熬汤什么的 哎 弄一大王八呢 还真大 谁有这么六七斤 好 弄大点盆装着 回来了 大人 您瞧这个 多好看啊 还穿着裙子呢 不招待不惹祸 您看看 何心这心思没在这上 行 弄这么一玩儿来 挺好 哎呦 这可要什么 他拿手一摸着脑子 不要紧呢 这王八一张嘴 啪 我这手指都给咬着 哎呦 当时把何心疼坏了 这不要亲命吗 这不赶紧啊 拿起来就轮 哇 呱呱呱 正抡着呢 何夫人过来了 要呀 轮铁饼 您上院里抡去 别在屋里砸了玻璃回来 哪儿啊 我这 你瞧这个 哎呦 可了不得了 这怎么办呢 赶紧出来吧 想法把它弄下来吧 从屋里往外拎边 院里这几个家庭 看着当纳闷 大人 天儿够暖 您怎么还敌暖水袋 那是暖水袋吗 拎着出来 有人出主意 说这个东西非得听驴叫唤 他才撒嘴呢 赶紧找一驴啊 说这个 咱们这跟前没有 哪儿都有 跟前汤锅 看哪有那个卖驴肉的 没杀那驴 给我牵一匹来 功夫不大 有人真出去牵一匹驴来 和珊过来了 这个都说驴叫唤这撒嘴啊 赶紧 赶紧叫唤两声 嘿呦 混蛋 你叫唤呢 你怎么不叫唤 你忘了是怎么着 我叫唤你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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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唤唤 哎 撒嘴了 呵呵 深这气 和着我 学驴教也管用啊 啊 这点子会都搁着王八身上 太生气了 不像话你啊 瞧把我手脚撑中 我没招你没招你 你怎么敢咬我 哎呦坏了 又咬这手撑啊